小卡无缘节目战快船却迎来两大好消息 哈登可以准备找下家了 如果不出意外快船新三季节目战是看不到小卡了 卢之导已经公开明示 新三季小卡一时半会是回归不了比赛了 不过对于快船球迷来说仍然有两个好消息 第一个就是他们的新主场正式启用了 这360环绕大萤幕效果真的是太帅了 就连前来迎战的独行侠主帅基德都羡慕上了 他说作为第一个前来征战的客队 实在是太值得兴奋了 而第二个好消息就是快船挂的彩票挂出大奖了 今天夏天快船顶着压力 用一份1加1的底薪合同签下问题球员小波特 当时很多人都不看好这笔签运 但是目前来看快船真的是挂出大奖了 和独行侠的比赛中小波特仅用19分钟 就看下18分五篮板六珠宫还有三强段 而且小波特今年才24 感觉哈登好好待待他 这妥妥的就是哈登接班人 至于哈登本人嘛 反正快船多关希望也不大 要不就直接快船到哈登已经不欠快船什么的那个环节吧